I wanna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y far from here 朱一龙采访不留画饼 每个坑都被他温柔地种上一朵玫瑰花在填平 果真抗燥 不得不说这一次新浪 对朱一龙先生的专访信息量很大 有人说这是一个优质采访 有人说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采访 不管采访问题有如何尖锐 但是总是来说朱一龙的回答确实在一次征服了大家 采访确实犀利 一个问题一个坑 老实说自己看采访的时候确实看得心惊胆战 深深为笼笼捏了一把汗 但也正是因为问得尖锐才能显示被访谈者的水平 他丰富的内心决定了这是一个有深度 有格调的访谈 朱一龙没有让我们失望 很多尖锐或过界的问题 他都处理得很好 态度诚恳 滴水不漏 并且句句都在点上 他把每个坑都被他种上 一朵玫瑰花在温柔的填平 不失礼貌和大度 那不是事故圆滑或者冠冕堂皇 而是温柔有力量 很多回答都是值得让人去细细品味 所有的回答之所以能够很自然很顺畅地表达出来 是因为他一直秉承真实的内心在回答问题 我想其实他本人没有多想过自己 要如何去修饰 此早让自己回答 更高雅和完美 他也不会为了逃避回答而故意绕弯 而是直接回归到了原始的那种质谱 感觉再尖锐的问题 到他这里就异常地柔和 所以不会出现居心不良之人所希望的雷点或者抓到画柄 朱一龙清醒自知 纯真的内心让他看似懵懵懂懂 实则有原则有底线自我克制力强 他从头到尾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保持清醒的同时又很抗躁 且不论他情商高不高 我觉得他那种不设防线的真诚感是最直及心灵的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粉丝是因为采访入坑呢 有人自以为抓到把柄 说朱一龙在这个采访中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就是把给予错读成了GY 其实他们才是错了 给予可读JY也可读GY 目前已经在课本上纠正过来 两种读音两种意思 总之我们笼笼没有读错 小笼包是多么幸运 能喜欢这样的一位演员 真是感到处处安心放心舒心暖心和开心啊 关注吴亦宁持续更新朱一龙的更多精彩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